的確 陳佩琪或許是舊夫心切 但是當她說得越多 檢方掌握的也就越多了 因為就在今天 檢連又有最新的動作了 今天晚上最新的現場消息 也就是時任台北市都發局長 黃錦茂也遭到了傳喚說明 當庭證人轉為了被告 詳細狀況我們連線記者 黃子鳳報導 子鳳 好 直播觀眾 我們現在就在台北地檢署 持續來關注檢連 持續來追查金華城的案件 而且今天金華城的案 有多一名被告 也就是時任台北市的 都發局長黃錦茂 黃錦茂他原本在今天下午的時候 是依證人的身份 被傳喚到連證署說明 不過檢方將他當庭 從證人轉成被告 而當時黃錦茂說要等他的 為任律師到場 因此等律師到場 包含連證官以及檢察官接連訓問 並且就在稍早大概傍晚5點50分左右 進到台北地檢署付訓 目前黃錦茂就在付訓當中 所以稍後我們會持續來關注他的 停訓結果 究竟強制處分會是無保請回 也或是多少請交保 又或者是生壓嗎 而說到檢連這兩天動作頻頻 尤其今天是將黃錦茂從證人轉成被告 而在昨天其實才剛依證人的身份 來約談他在往前一任的都發局長林忠明 依證人的身份訓後請回 而且林忠明還是二度被傳訓 那麼在昨天是二度來提訓 壓在看守所的被告 前台北市副市長彭正生 而今天下午則是同樣是借題 包含映嫂威以及柯文哲 那麼我們看到這些檢連的動作 動作頻頻 那麼今天又將黃錦茂從證人轉成被告 所以說檢方又掌握了什麼 關鍵的市政嗎 以及後續黃錦茂 他的說法又是什麼 根據掌握原本黃錦茂他的說法是說 他都是天命行事 依法行政 但是現在檢方就要追 所謂的聽命行事是聽誰的指令呢 後續東城新聞都會持續來掌握 以上是我們在台北地檢署的最新消息 是從柯文哲主席自己的那個私有的那個賬戶裡面弄出去的 那這個是全部的一個證明 陳佩奇接受專訪對著鏡頭秀出購買林森南路商辦的明細 一共四千三百多萬 分成十一筆款項交易 但錢的來源還是個謎 陳佩奇要強調的就是柯文哲當時拆成三個賬戶收取選舉補助款 分別是富邦 何庫和低銀行 與單據上手寫備注 匯出款項的銀行相同 但問題來了 看不到賬號無法證明主人是誰 而其中一筆一銀1440萬 後面還括號柯這個字 引發了更多解讀 若這筆是從柯文哲的賬戶匯出 那其他六筆難道不是嗎 但是他又硬要寫旁邊寫什麼從哪個銀行匯出 但又要寫了一個藝營旁邊寫了一個柯 大家就會覺得說那其他都不是柯文哲的嗎 那我覺得公布不要公布一半 議員也繼續連連看發現1440這個數字 好巧不巧跟金華城案中 消失的1500萬金額很接近 要辟謠卻只公布一半 到頭來只證實了 原來商辦的買方不是柯文哲 房也是陳佩琪看的 錢就如柯文哲曾說 自己本人的財產 我看百分之百都知道我太太明顯 結婚第一天印章存折通通被沒收 我想陳佩琪多說多錯 他們如果還是要選擇這樣的方式 那就go ahead 柯家大帳房陳佩琪親上火線談錢 卻留下了更多疑點 東森新聞政治中心綜合報導 的確4300萬的金流來源說不清楚 我們更要帶您獨家揭秘 身為大帳房的陳佩琪 除了掌握金流進出 她手上的現金也很多 根據我們了解 今年3月她其實就請託 住家附近的房仲幫她代看房 所以才會有這種豪宅爭議跑出來 那麼一個月後 她其實就鎖定的是 中華航運大樓的商辦 她5月下訂 6月簽約 以行情高價4300萬 是全部現金付清 不過現在就出現了問題了 好 雖然她的錢這麼多 看到豪宅 看到商辦 立刻就想買 但是陳佩琪居然只付給房仲 不到1%的服務費 明顯是低於行情 陳佩琪說自己在住家 對面的房仲看房 但實際上在這附近看看 除了民宅之外 其他的就是餐廳了 那麼根據瞭解 她到底是在哪一間房仲看房呢 跟著我們往外走 整體路程走過來大概5分鐘 才會抵達這一間 連鎖的房仲房屋 所以陳佩琪 你真的是在這裡看商辦 以及1.2億的住宅嗎 這不是其實是內賊 會不會對於這個司法辦案 柯文哲是不利的 律師黃定宇也提到 刻意用隱匿的方式 就例如陳佩琪使用ATM 將現金存入他人帳戶 或是把錢藏到保管箱 都不合常理 陳佩琪不公開的專訪 看來無辜又可憐 但或許可憐之人必有可恨之處 東森新聞之中心綜合報導 可見他們柯家的禮仗 禮得真的是有夠不清楚 柯文哲現在被羈押第九天了 太太昨天召開記者會講了這麼多 柯文哲今天當然會被提序 北檢打的就是突襲戰 要追關鍵金流 要鞏固他是不是圖利的市政 尤其就針對他太太專訪的說詞 以突襲式的方式 問他老公柯文哲來一一核對 你太太講的是不是真有其事 因為彼此之間現在沒有辦法串正 直接突襲式的問柯文哲就對了 他還接力了提訓應小威 諷刺的是因為明天剛好是 他60歲生日 看來是只能在看守所度過了 畢竟現在金流完全講不清楚 柯文哲始終號稱說 他是用選舉補助款 4300萬購買的商辦 但是陳佩琪她公布這個明細 想要自清又被爆出新的疑點 好 三個賬戶各2000多萬 但是其中有兩個賬戶怪怪的 新北市議員卓冠婷就指出 他昨天公布的三個銀行賬戶當中 有兩個從頭到尾 都不曾出現在 柯文哲的財產申報裡頭 而且這兩個賬號 可是在他選完之後 就突然間冒出來的 那麼為什麼要開兩個賬號 分別收這個選舉補助款呢 是選前隱匿申報 還是選後的大理財 現在又出現 大家能夠去質疑的矛盾點 這兩個銀行賬戶到底是 柯文哲何時開 開來做什麼 難道是開來特別去收選舉補助款嗎 議員提出質疑 就是因為柯文哲夫人 陳佩琪親上火線護膚 秀出4300萬元買房證據 分別從一銀 和庫 富邦 匯出1440萬及兩筆1000萬 加總起來一共4346萬 但也讓自己先生沒有列在財產申報中的兩大賬戶意外曝光 過去是不時的申報 另外一種可能是 選舉完之後 他們陳佩琪跟柯文哲急急忙忙去開了兩個新賬戶 為了要能夠收選舉補助款的賬戶 這無論是哪一個都是非常詭異 翻開2023年 柯文哲申報資料存款部分包含 和庫台大分行 一銀南門新竹分行 還有富邦及中華郵政 但陳佩琪也出示了專戶明細表 民眾黨在4月30號分別匯入2380萬元到富邦東門分行 2500萬到一銀數位賬戶 2500萬到和庫台大分行 其中只有和庫台大分行是柯文哲在選前就揭露的 選號突然冒出兩個新賬戶 又這麼剛好都是處理民眾黨匯入的選舉補助款 陳佩琪越說似乎疑點越多 我們以低銀行為例 單筆匯款的最高上限是5000萬元 也因此外界都質疑 為什麼柯文哲從民眾黨收到了7380萬元的選舉補助款 要分成三個賬戶來收款呢 有什麼考量 要嘛就是選前隱匿 要嘛就是選後開始大理財 卓冠婷也質疑柯文哲大帳房李文宗 負責處理補助款 是李文宗替他們決定要分開進到三個不同帳戶嗎 想必柯文哲是知情的吧 過去柯文哲遇到爭議總推說不知情 但這一回又被抓到矛盾點 到三新聞 廉志豪葉廷在台北總統 好所以現在三大疑點 除了4300萬商辦的金流說不清楚 還有包含陳佩琦她一直在使用的1000多萬 說不清楚 她昨天主動公布了帳目明細 她解釋這1600多萬就是五大筆客家的金流 包含什麼首尾錢 包含遺產 包含就是什麼演講的一大堆的費用 她就呈現這個交易明細要給所有的媒體看 但是我們發現又有問題了 這交易明細當中跟銀行所申請的版本 根本不一樣 你現在看到的是銀行申請版 但是陳佩琦給媒體的全部都已經 特別把它拿掉省略 尤其是交易賬號 如果她真的去申請 其實可以把這個表直接攤給大家看 但它是額外的自製表格 這是為了要掩蓋什麼嗎 另外簡連質疑 這不明金流還有619萬 也被外界質疑 這一大筆金流也在打模糊帳 因為我現在的帳戶都是扣押狀態 所以這個是特別去銀行申請到的 申請到的一個交易的細表 陳佩琦授出表格 系數由她經手入帳的客家金流 雖然沒看清楚就馬上放下 但等等倒帶回去看 這份表格好像怪怪的 因為真正從銀行申請的歷史交易明細表 跟她手上拿的並不一樣 銀行真實版本會清楚明裂 日期時間摘要收支金額 還有交易序號跟對方賬號 但陳佩琦所展示的表格 只有寫陳佩琦銀行薪資轉帳戶跟日期金額 其他什麼都沒有 而且銀行的橫式明細表 還有時間跟序號浮水印 每張也都蓋有銀行章 精緻的程度和陳佩琦手中的大不相同 難道陳佩琦的表格是自製的嗎 陳佩琦她去用一個長時間的方法來模糊 就是相關儲存的時間 當然如果把時間拉長就沒有問題 但是我們問的是這個短時間內 為什麼要這樣去存入 陳佩琦用簡易表格 想證明客家無比共1628萬的金流 來自媽媽帳戶 陳佩琦自己的薪資帳戶和存款 還有柯文哲選舉結余演講通告費等等 但簡連清查客家賬戶 發現和金華城便當會時間息息相關的 是來源不明的619萬 60次600萬這個數字是正確的嗎 我不知道這個週刊是怎麼樣算出來的 週刊的確有說陳佩琦在2020年3月到4月 35天內存了十幾次共157萬 以及2023年10月到今年5月40多次存了462萬 619萬密集用ATM存款時間也和五大金流根本都不攏 我去ATM我都一年十次的話 那如果一個月一兩次 我不覺得當然覺得這個是很奇怪的事情吧 只是佩琦姐你不是一個月去一兩次 是一個月十幾次啊 林貴是很麻煩但該說清的始終沒說清 ATM實現的存款自由 歸根就地是怕麻煩還是怕被找麻煩 東三新聞政治中心綜合報導 所以你現在看看不只三大金流 上半的4300萬 陳佩琦五大使用的1600多萬 剛剛ATM說不清楚的600多萬 現在還爆出光頭200萬解謎 主要是因為週刊爆料 柯文哲隨身碟的秘密帳策 不是有一個1500審慶金之後嗎 媒體人又加碼爆料說 他做了一個夢 光頭200萬 頓時引發熱議 難不成柯文哲的帳策 有新的大咖要曝光嗎 這200萬怎麼來的 台北市議員中小平替各界解答 原來這的確跟柯文哲有關的案外案 這個光頭律師身體還真好 一般兩小時他去了四小時 他告他就妨礙配偶權200萬 就是標的 他要光頭律師的蕭毅宏陪他200萬 北市議員周小平拿出影像 公布網路盛傳的光頭200萬 原來是柯文哲的委任律師蕭毅宏 因為纏上婚外情吃官司 與柯文哲的USB帳策沒有關聯 意外扯出案外案就這麼巧 周小平這時也陷入逃色風波 周小平拿出對話記錄成親 遭爆料近期會猛打柯文哲 就是因為他對民眾黨成員最愛失敗 大家好 我是曾妍杰 身材火辣 一雙大長腿相當引人注目 曾代表民眾黨參選議員的曾妍杰 傳出就是鍾小平過去追求的對象 他那麼討厭我幹嘛傳青春快樂給我 還好我深深不怕影子喜歡 鍾小平駁斥有私人恩怨 只是在陳佩奇出來發聲後 來臨上下似乎只剩鍾小平一人發表意見 可能與國民黨主席的態度有關 我們都是堅持司法公平正義 無望無重 只要有證據辦到底 但是如果證據付出不能夠有任何罪 這些都是我們的基本的立場 在野的合作是天經地義 關於柯文哲主席的司法的案子 跟在野黨的合作 其實這是兩個完全不同層次的問題 國民黨的戰略似乎更加明朗 重點要切割柯文哲才能讓在野持續發揮力量 避免一黨獨大的罪壞情況 這次新聞知識中心最後一報道 柯文哲身陷金華城弊案遭到羈押 檢方追查柯家的金流 那麼在前天是到了第一銀行 去調閱保管箱的租用記錄 那麼現在還有台北市議員鍾小平 他在提報了說陳佩奇在三天前 也就是9月10號的時候 是帶著他的大兒子 跑到第一銀行的信義分行 為的是什麼呢 為的是要查詢他們的錢 只說因為現在陳佩奇知道 自己可能要被轉被告了 所以要直求對決 三天前嘛 然後陳佩奇不是說不喜歡林貴嗎 然後他也 他藝營 你要想他藝營真正開戶的銀行 在東門分行 那邊客戶很多很多 很熱鬧 所以他選一個很冷僻的 叫信義分行 那是可以 因為可以連線嘛 他是跟藝營開戶 在大安森林公園對面的 那個第一銀行信義路上 到那邊的人比較少 帶著他的大兒子的阿瑤就去那邊 那為什麼帶阿瑤呢 平常應該不用帶嘛 阿瑤也不喜歡曝光 是不是也去查了 因為阿瑤查他的賬戶 一定要本人去嘛 對不對 那阿瑤有什麼賬戶 在這個第一銀行 然後他起了疑鬥 你最後跟今天可能 其實這兩年可能被傳了 再傳他 然後是不是檢察官傳他 他做最後的衝刺與準備 那把他的賬 把他兒子的賬 弄得清清楚楚 那你到底會給你兒子多少錢 我覺得這都是他去那邊去查賬 以及兒子查賬去的目的 我的看法是這樣的 存責全部扣押在檢方手裡 所以我特別去幫主席 還有自己最近跑了多家的銀行 去申請他這個交易的明細表 陳佩琪搜出表格 係數由他經手入帳的 柯家五大金流 第一筆來自媽媽照護的535萬 第二是陳佩琪自己的行資 照護加過去的存款528萬 第三是柯文哲2018年選舉 結餘230萬和醫生時期 薪資存款171萬 第四是柯文哲演講通告費60多萬 第五是擊殺城塔的車馬費 和親友紅包100多萬 總計1628萬元 但佩琪啊 重點好像不是這些呀 檢調有疑慮的是他 匯入自己跟子女戶頭的619萬 那這619萬裡面 他其實在昨天提出的單據裡面 跟這個數字也是對不上的 應援質疑就跟柯文哲慣用的 烏賊戰術一樣 問A答B 因為和金華成便當會時間息息相關的 來源不明619萬 陳佩琪分兩階段存入ATM 其中第一階段35天內存了十幾次 第二階段還分40多次 存了462萬 時間跟五大金流都根本都不攏 尤其他的第一筆金流 橫跨7年 跟ATM集中存款的時間 更是相去甚遠 我去ATM我說一年十次的話 那如果一個月一兩次 我不覺得 當然覺得這個是很奇怪的事情嘛 然而佩琪姐 你不是一個月去一兩次 是一個月十幾次啊 但陳佩琪還是強調 林貴很麻煩 ATM才能實現存款自由 我用兩張的提款卡去提領 然後存進去 這樣快 就是就不用去那邊等 而且不用需要銀行開門的時間 陳佩琪授出的交易明細表格也引起質疑 有銀行員工在網上點出 這不是知識化的正式文件 比較上是自製的 也有網友認為 陳佩琪應該是想隱藏真實的薪資情況 該說清的始終沒說清 是怕麻煩 還是怕被找麻煩 多次新聞政治中心綜合報導 檢方二度傳訊了柯文哲 下一步換柯文哲的妻子陳佩琪 將要被傳喚嗎 這對夫妻的證詞要大比對 因為民眾黨主席柯文哲 購買的4300萬的商辦的錢 到底從何而來 妻子陳佩琪公布了資訊 說選舉補助款 分別進了柯文哲的三個帳戶 強調是用這一些錢來購買商辦 但是民進黨的議員卓冠婷 卻發現了有哪一個疑點呢 所以又進一步的質疑 說到底是選錢的盈利 還是選後才開始大理財 2024總統大選民眾黨主席柯文哲 攜手星光公主吳欣營等級參選 當然所有的財產都要上網公開 只是柯文哲夫人陳佩琪 12號找了三家特定媒體 想要對外澄清 4300萬元購買商辦的金流 卻讓自己先生沒有列在財產申報中的 兩大帳戶意外曝光 過去是不時的申報 另一種可能是選舉完之後 他們陳佩琪跟柯文哲 急急忙忙去開了兩個新帳戶 然後為了要能夠收選舉補助款的帳戶 這無論是哪一個都是非常詭異 翻開2023年柯文哲申報資料 存款部分包含和庫台大分行 一銀南門新竹分行和富邦及中華郵政 但陳佩琪12號出示的專戶明細表 民眾黨在4月30號分別匯入2380萬到富邦東門分行 2500萬至一銀數位賬戶 2500萬到和庫台大分行 只有和庫台大分行在選前揭露 選後突然冒出兩個新賬戶 又這麼剛好都是處理民眾黨會入的選舉補助款 柯文哲跟柯文哲家人 為什麼要選擇這麼複雜的方式去處理他們的金流問題 真的全台灣人民都在問 要嘛就是選前隱匿 要嘛就是選後開始大理財 無論是哪一個柯文哲確實講的 跟後來陳佩琪所說的兩邊差異真的非常大 議員質疑柯文哲大帳房李文中 負責處理補助款是李文中替他們決定 要分開進到三個不同賬戶嗎 想必柯文哲是知情的吧 面對這場風暴陳佩琪秀資料想釐清質疑 卻只留下更多謎團 東森新聞 煉志豪 葉婷在台北從島 好 陳佩琪秀出的資料當中 也首度公開了4300萬元商辦的轉賬紀錄 而然而呢在匯款的明細項頭 並沒有顯示轉出的匯出的賬號 其中呢一筆1440萬元的匯款的後面 還助記了一銀掛號柯文哲的柯 而這麼樣的金流呢就更讓議員質疑了 說越看越一頭霧水 陳佩琪接受專訪對鏡頭秀出購買 林森南路商辦的付款證明 不只被發現原來買方不是柯文哲 單據上也未顯示匯款帳戶 僅用手寫住基銀行 錢從哪來仍是個謎 是從柯文哲主席自己的那個 私有的那個帳戶裡面弄出去的 那這個是全部的一個證明 陳佩琪說法從頭到尾只證明了 金額加總起來總共4300多萬 拆分成11筆匯款 不過單據上完全看不到匯款帳號 只有手寫住基從數家銀行匯出 而其中一筆異銀1440萬 後面還掛號了柯這個字 引發了更多解讀 若這筆錢是從柯文哲帳戶來 那其他筆難道不是嗎 就是公佈了這張履約保證專戶的 匯款的這相關閩細 但是他又硬要寫旁邊寫 什麼從哪個銀行匯出 但又要寫了一個 異銀旁邊寫了一個柯 大家就會覺得說那 其他都不是柯文哲的嗎 那我覺得公佈不要公佈一半 也有政治工作者周軒連連看 發現1440這個數字 好巧不巧跟金華城案中 檢方正追查印小微疑似收手賄賂 消失了1500萬金額很接近 攤開單據似乎留下更多問號 匯款金流一張一張擺出來 其實就一翻兩瞪眼就出來了 那何必一直拖到現在 然後講法一而再再而三而變 然後而且公佈的東西又只公佈一半 那大家當然會造成大家會覺得說 那你們為什麼不一次公佈下來 是什麼東西哪一個部分是不能公佈的嗎 陳佩琪擠牙高視的公佈 部分對自己有利的證據 以為能掩人耳目 沒想到真理沒有越變越明 只是留下的疑點越來越多 東森新聞正中心綜合報導 獨家報導陳佩琪說呢 他會把這個兩個保管箱裡頭 各放了50萬元 是為了要給小孩還有丈夫以備不時之需 但是我們的記者實測之後發現 輸在一營最小的尺寸保管箱 就可以放進大約370萬元的現金 為什麼陳佩琪還要特別把100萬元 分兩個保管箱來存放呢 而且如果說這筆錢是緊急的資金的話 你放在ATM裡頭全天厚都可以領 不過假設你開的是保管箱 還要配合銀行的營業時間 種種的說法又引發質疑 1.10萬紙鈔體積有多大 長度17.5公分 寬度7.5公分 厚度則是1公分 我說這一大跌就是100萬 而我們在以一營最小保管箱 尺寸計算 長度60公分 寬度13公分 厚度則是7.6公分 實測至少能放進370萬 陳佩琪受訪坦承 因為柯文哲當市長工作不穩定 為了給小孩及丈夫以備不時之需 所以才在兩個保管箱各放50萬 不過100萬一個最小保管箱就放得下 為何還要大費周章分兩個放 他不是就是說要存給小孩嗎 他不是每個月3萬3萬3萬 他不是就給你小孩嗎 你小孩戶頭裡面至少搞不好兩三百萬 哪需要這50萬啊 這50萬是什麼 我完全認同剛剛雨萱講的 兩個戶頭 一個是柯文哲 一個是陳佩琪 而應應保管箱以不同尺寸計費 最小尺寸半年租金加保證金就要1500 最大尺寸一個月就要3萬 100萬訂存利息有將近2萬 陳佩琪不存在銀行賺利息 反而花錢存保管箱應急 不免讓人懷疑背後動機 班人來說應該不是來放應急的東西 都是來放一些可能具有隱密性 或是你不想讓人家知道的 或是說可能這個金銀珠寶啊 大額的款項等等 出貨法來說是很難讓人家 信服的一個狀況 如果真是要應急 ATM24小時都能領存在保管箱 還得配合銀行開關門時間 似乎沒有比較方便 不過以應應來說 ATM當日提款上限最多只有10萬 否則就得零貴 或許對陳佩琪來說 隱密性高金額不受限 放了50萬還有很大空間 又不像ATM領個錢還被監視器看光 才是他選擇保管箱的最大主因 關水網關於林海榮台北採訪報導 民眾黨主席柯文哲曾經說 他用個人的名義來購入了4300萬元的商辦 最早說是要當個人的辦公室 後來又說要給黨部來使用 結果妻子陳佩琪又說 可能是為了讓眾望基金會搬進去 說法變來變去也引發了外界的議論紛紛 另外陳佩琪也公開秀出了買房的名氣 但是卻被眼尖的網友發現了 說這買方是陳佩琪 並非這名字是柯文哲 所以又質疑了夫妻兩個人的說法不一 真正奇怪的恐怕是柯文哲豪雜 4300萬買下吉南路商辦到底要做什麼用 陳佩琪拋出最新說法 政府可不是這樣說 柯文哲被擠壓前兩段訪問 才相差三天就能一改再改 如今陳佩琪又有新說法 這對夫妻顯然沒有共識 從個人辦公室到黨中央 再急轉彎變成基金會 商辦到底怎麼用 讓外界留下更多質疑 現在就連是誰買的也不一樣 柯文哲說以個人名義購買商辦 監督力道更大 但沒想到妻子秀出的購買明細上 寫的卻不是柯文哲 柯家大帳房還原購買過程 具性迷移還秀出商辦轉帳證明 買方是陳佩琪 可是11筆轉帳記錄 就是跟黨主席說的對不起來 這夫妻兩人唯一有默契的 恐怕只有思慮不周 這次新聞政治中心怎麼報導 陳佩琪接受了特定的媒體訪問時說 他是透過了住家對面的房仲 來看房跟買房 但是實際上他們家的對面 卻根本沒有房仲 必須要走到東門捷運站的附近 陳佩琪說自己在住家對面的房仲看房 但實際上在這附近看看 除了民宅之外 其他的就是餐廳了 那麼根據瞭解他到底是在哪一間房仲看房呢 跟著我們往外走 整體路程走過來大概5分鐘才會抵達這一間 連鎖的房仲房屋 所以陳佩琪真的是在這裡看商辦 以及1.2億的住宅嗎 最瞭解 柯文哲住家周邊最近的房仲 其實不是這裡 但陳佩琪似乎和相關人熟識 因此在購物這方面都是委託東門捷運站旁的同間房仲業務 而在地點考量上 當然也要以先生工作為優先 今年5月陳佩琪再以4300萬人購入 位在立法院附近的這一間中華航運商辦大樓 但這還沒結束 1.2億的豪宅就位在商辦的100公尺外 而陳佩琪似乎就是選定這區域作為購物選擇 要多近又多近 商辦和豪宅只割幾棟樓 要是這1.2億真的花下去 那麼柯文哲天天都能睡到飽 再走路去上班 就連副院會開會也是隔壁而已 不過這一部分也和陳佩琪的生活圈有關 先前柯文哲就曾說 目前為在金山南路二段的住家 也是太太看重購入 從地圖上來看 商辦在林山南路 豪宅在寄南路一段 陳佩琪整體活動範圍 都在台北市大安中正區 不難看出他有多喜歡這一帶 畢竟這周邊不只交通方便 就連市場 餐廳 公家機關也很多 從吃到用 以應俱全 甚至連他的秘密保險箱 也都選擇在中正區的銀行 只能說 隨著柯文哲的政治現金案延燒 太太陳佩琪的一舉一動 都會被攤在陽光下 放大檢視 動森新聞 六位陳思宜歡 Terry報導